Sam Altman is out as CEO of OpenAI Microsoft CEO Satya Nadella announcing early this morning Altman will join Microsoft as the head of a new AI research division 这堪称是最曲折离奇的OpenAI内斗之乱 被称为ChatGPT之父的OpenAI共同创办人奥特曼 11月17号 无预警被自己创立的公司炒鱿鱼 结果三天后 OpenAI的最大金主微软宣布雇佣奥特曼 带领新的AI团队 Sam Altman once chose Microsoft And he chose Microsoft again Why do you think that is? It is because of the capability of our company To be able to innovate with OpenAI 微软紧急跳出来直写 就是要雇好AI这块大饼 还有当中的AI金铜奥特曼 OpenAI is the most advanced And the most widely used AI platform in the world 就在短短两个礼拜前 奥特曼还主持了OpenAI第一场开发者大会 We love you guys You guys built something magical 当时已经在OpenAI投资超过130亿美元的微软 也到场立听 没有想到两个礼拜后 OpenAI的董事会以奥特曼不够坦诚为由火速开闸 将他赶出他一手创立的公司 之后一度传出董事会态度软化 奥特曼可能回国 他还秀出了回公司洽谈 得换访客证的自拍照自嘲 结果是越谈越糟 奥特曼确定去微软 而OpenAI共700多位员工 有超过500人 说要跟着他一起离职 微软也一口承诺会接纳所有OpenAI的跳槽员工 这更是让OpenAI的董事会骑虎难下 分析师大酸整件事比电影还要精彩 也让奥特曼这位AI精彤的发迹故事 备受瞩目 8岁就会写城市编码 大学考上史丹佛 但是辍学创业 在89年前他默默无名的时候 奥特曼随便穿件T恤短裤 就接受CNN专访 预言AI会导致劳动市场巨变掀起革命 他在2015年创立OpenAI 也是在这一年遇见了童年偶像贾伯斯 自曝看到贾伯斯时紧张到原地冻住 他也没有想到在8年后 他会像贾伯斯一样成为掀起科技巨浪的人物之一 Chair GPT在全球爆红 一连串的规范监管问题 让奥特曼被美国政府指定 要到国会接受质询 他难得西装笔挺大谈AI愿景 但没有想到在AI势头大好之际 来了这一出 分析导致内斗 结果得利者是微软 微软马上延来奥特曼海团队 就是要避免竞争对手亚马逊来挖墙角 而OpenAI三天之内换了三位执行长 要为人事动荡设下停损点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